台湾研发已超三年 代号雷声专案的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计划 终于进入发射车全车装备的初期射击验测 据指出 之前增程火箭弹都是放在发射架固定在地面进行火箭弹射击来验测各项效能 从2022年4月起 台军规划整合三辆由陆军借来的发射车进行全车射击验测 因增程弹射程为70公里 弹体比原有的火箭弹要长 因此整车将搭载长度增加30公分 以符合发射架的安装 同时也改变发射车中间段的油压吊杆操作方式来符合新弹项的规范 台湾雷霆2000多管型火箭系统 依火箭弹弹种不同 射程分别为15 30及45公里 由于包括美金在内 各国的多管火箭系统都走向射程增加 同时可配置战术飞弹 因此在2018年1月下旬 中科院开始研制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的增程性 希望在三年完成研发工作 这些包括射程超过100公里的远程火箭系统 以及射程达200公里级 类似美国的ATA CMS的战术飞弹系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台湾参考各国现代化设计 自行研制的多管火箭系统 雷霆2000 1993年 中科院开始研发用于取代台湾陆军 公风六行的新型车载多管火箭系统 名为雷霆2000 这是一种高度整合的射击指挥系统 可自行判断弹种 自我测试和维护 快速检修 自动依弹种计算射击助源 可全天后进行射控指挥 并自动调整发射器高低角度与射击 模组化设计 可操作车上吊杆 快速更换模组 使得火力可以持续 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 于1997年正式公开推出 2012年9月1日正式移交台湾陆军 雷霆2000的原型车采用美国的M977八轮载重车作为底盘 与爱国者飞弹发射器M983载重车 同属于重型可扩展机动卡车系列 相较于履带底盘 轮车的越野能力较为逊色 但在一般道路的机动力则远胜过前者 而且购置 后勤维修与训练成本也低得多 非常适合道路交通发达 且防御经费不慎充裕的台湾 雷霆2000火箭发射器的抚养范围为0到50度 回旋范围为左右各60度 雷霆2000的火箭发射器采用与美国MLRS类似的模组化设计 发射器的框架与储存火箭的箱体分别为独立单位 只要结合在一起就能够使用 此种设计的第一个优点是让载装填速率大幅地增加 例如中科院上一代的公风六行多管火箭发射管 与旋转机座是同一个整体 火箭必须以人工一枚一枚地进行填装 火箭在填装作业需要17分钟左右 不仅不利于连续作战任务 装填时间越长 火箭车与人员暴露在敌火攻击下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加 而雷霆2000的弹药 在出厂时便填入发射箱并完成密封 在战场上 只需要用吊车卸下已经射出火箭弹的发射箱 再将新的发射箱吊至框架上 就能完成再填装作业 整个作业只需7分钟 由于操作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 以往公风六行火箭需要编制6人 而雷霆2000则减制3人 模组化设计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武器的实用广泛 无论是何种口径或形式的弹种 只要发射箱体能与发射器框架结合 并与车载射控系统完成整合 雷霆2000就能够选用 中科院为雷霆2000发展了三种系列的火箭弹 分别是MK15、MK30与MK45 三种弹药都采用尾翼稳定式设计 射程与威力各有不同 MK15火箭模组 由公风六行火箭弹改良而来 弹径同为117毫米 不过以定时或空炸引信 取代原本公风六行的碰撞式引信 并改用可定时空炸信管的钢珠高爆弹 每一枚中含有6.4毫米钢珠6400克 对软性目标杀伤力惊人 MK15单发重量42.64千克 弹体长2.166米 最大射程约15千米 每个发射箱模组被20连装 发射器框架最多能够同时安装三组发射器 共携弹60枚 MK30火箭模组 弹径为182毫米 弹重186公斤 弹长3900毫米 同可定时空炸信管 除18300颗8毫米钢珠的高爆弹 或者267枚M77双效子母弹 子弹头可贯穿8到10公分的钢板 可击穿全装甲目标 或设定为榴弹刺弹械岩石杀伤人员 一个MK30模组为9发 雷霆2000可搭载3个模组 共27发 射程15公里至30公里 MK45火箭模组 弹径为230毫米 弹重305公斤 弹长4021毫米 同可定时空炸信管 25000颗8毫米钢珠高爆弹 或者518枚子母弹 一个MK45模组为6发 雷霆2000可搭载两个模组 共12发 射程25公里至45公里 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的研发计划 于2019年编列预算启动 研制射程100到200公里火箭弹 据报道 100公里级远程火箭系统 可能以天工防空飞弹的弹体 缩小演奏而来 采用高爆子母弹头 相容于现有的雷霆2000的 227毫米发射管 开发完成后 与射程45000米的MK45型 227毫米火箭弹一同混合部署 以作战区域的远近 而使用不同的弹种 至于200公里级战术飞弹系统 每辆雷霆2000发射车 能够装载两枚 因为其射程超过200公里 需要配合卫星定位导航系统 才能够得到理想的精确度 然而若需要使用美国的GPS定位系统 则势必获得美方的支持与同意 其中 射程100公里的版本 是从射程45公里的 MK45型火箭弹发展而来 弹体长度增加一些 火箭燃料量来延长飞行的距离 最重要的改变 是增设以惯性导航技术为基础的 低阶导航控制系统 具备飞行轨迹控制 以及落点预测等功能 在火箭前端 加装了四个小型控制面 控制飞行路线 来提高弹竹精确度 而火箭弹尾部 则把原本的固定式安定面 改成有旋转轴承的尾翼组 靠尾翼自旋来提高飞行稳度 这种长程火箭 使用的低阶导航控制系统 复杂度也比战术飞弹低 能够在较低的成本之下 使火箭在较长的飞行距离之后 达到可接受的原中误差共算 由于100公里级增程 火箭弹前端直径较小 空间有限 要在这么小的空间之内 放入性能可靠 又合乎要求的导引系统 具有相当的难度 但中科院负责的计划室 仍决定自行研发 以提高防御自主能力 原本每座雷霆2000火箭发射器 能够装备六连装的 MK45火箭弹发射器 而增程型 由于尺寸增加 每个发射器 一次只能装置6至8枚 不过由于台湾已经部署了 从美国购买的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与射程300公里的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为了做出区别 台湾修订雷霆2000 增程火箭弹的射程 为最远70公里 以及150公里的战术飞弹 当初中科院雷霆计划 因两种增程火箭弹的 弹体长度和体积 都比现役的火箭弹 要更长更重 现役的雷霆2000发射车 无法承载这两款火箭弹 因此经评估 新的火箭发射车长度 至少要增加1.6公尺 发射车中段调放发射架用的 油压吊杆承载重量 也要从28吨增加40吨 再加上设计的定位 定向系统等装备 当时规划是要先采购 三辆全新的发射车 来进行增程弹的各项射击验测 因应增程火箭弹降规的需求 决定不采购新型的火箭发射车 还是从现役的发射车来执行 中科院向陆军雷霆2000火箭营 戒掉了三辆发射车 来进行增程弹的各项验测 因陆军将妥善率最差的发射车 借给了中科院 中科院雷霆计划 为了让这三辆发射车能正常运作 就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解决缺料问题 并就车辆零附件 与电子系统设备的减整与维修 如今射程70公里级的火箭弹 性能稳定 研制进度获得肯定 除了已经进行地面固定发射架的 实弹射击验证 本次进行全发射车的实弹射击验证 若各项测评验证符合作战需求 估计最快可在今年年底 即可进入小批量的量产作业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